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正当美菲两国在南海海域开展歼兵兼二次军演之际 两艘菲律宾公务船只快速接近中国黄岩岛 企图冲进黄岩岛细湖之内 不过 等待他们的依旧是中国海警的高压水炮 就在今天 中国海警发布声明称 4月30日 中国海警依法对亲闯黄岩岛临近海域的 菲律宾4410号海警船以及3004号公务船实施驱离 虽然声明非常简单 但是 我们依然能从菲律宾方面公布的现场画面 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 按照菲律宾媒体的说法 4月30日上午 菲律宾海警4410号船 以及菲律宾农业部渔业与水产管理局所属的 3004号公务船自东南方向试图靠近我黄岩岛海域 执行所谓的护鱼任务 然而 当两艘菲律宾船只抵达黄岩岛外围12海里处时 就遭到了4艘中国海警船只 以及多艘中国渔船的围堵拦截 菲律宾海警队声称 当时这两艘船是在进行合法的海上巡逻 目的是向黄岩岛附近的菲律宾渔船 分发燃料和粮食 而在此过程中 包括中国海警5303、3305、3105等在内的 4艘执法船和6艘中国海上民兵渔船 在接获有关情报后 提前在黄岩岛东南方向布置多道防线加以应对 大约上午9点左右 航速较快的非海警4410船突然加速 单独向黄岩岛交盘入口处冲去 试图强闯黄岩岛并制造试端 此时 我海警船和民兵渔船立即进行贴身紧逼 当菲律宾海警船距离黄岩岛入口约12海里时 中国海警3305船第一次发射高压水炮 阻挡其前进航线 直接击中非海警船又闲船尾 警告菲律宾海警船 不得靠近黄岩岛入口 对于中方警告 菲海警船置若网文 继续试图向黄岩岛入口方向前进 在此情况下 我两艘海警船左右夹击 向其发射水炮 大约9053分 当菲海警船冲到黄岩岛东南偏东 约1600米处时 中国海警3105和5303从两个方向同时发射高压水炮 4410船是菲律宾海警灯塔级巡逻船的9号船 由日本海洋联合公司负责建造 该船长44.5米 满载排水量仅为321吨 是一艘小型巡逻船 不过 对菲4410船执行驱离任务的 两艘中国海警船吨位 均超过了1000吨 其中一艘 还是由海军056护卫舰改装而来的3105船 可见 此次中菲海上执法力量 处于严重的不对等状态 不过 与非海警4410船相比 非3004号船情况更惨 直接被中国海警3305舰起脸输出 菲律宾3304号船之所以会更惨 是因为 该船故意冲撞中国海警3305舰 中国海警依法对其采取了驱离措施 从菲律宾方面传出的现场画面来看 非3001船试图采用冲撞的方式 冲破中国海警3305舰的拦截防线 然而 3305舰丝毫没有改变航向 直接贴了过来 惊慌失措的飞船员 只能紧急采取补救措施 往两船之间放置防撞浮筒 然而 一切都为时已晚 100多吨飞3001船 直接撞上了3000余吨的 中国海警3305舰侧弦 飞船侧弦栏杆遭到了严重挤压 变形非常严重 在中飞船只撞击的瞬间 中国海警3305舰就打开了前方的高压水炮 对着飞3001船上方舰主进行了猛烈冲击 由于距离非常近 再加上 中飞船只干咸高度差距很大 中国海警发射的高压水柱 只能冲到飞船驾驶室上方的电子设备 高压水炮也喷到了 飞海警艇驾驶舱室 比上次的民间补给船结实 没砸开 不过 即便是这样 飞船只也遭到了严重损坏 从飞船员拍摄的现场画面来看 飞3001船驾驶室上方的 海事卫星蜂窝加层天线罩 直接被高压水柱打烂 要知道 这种天线罩材质一般为玻璃缸 强度很高 这只能说明 中国海警的高压水炮威力太强了 另外 飞船天线罩后方的一部导航雷达 也遭到了高压水炮的持续冲击 整部雷达被冲成了风扇 画面颇具喜感 可以肯定的是 这部雷达旋转系统遭到了严重损坏 不知道菲律宾是否具有修复能力 菲律宾公务船上的人员大喊停手 并且担忧事态升级 疑似把防火服都穿上了 还佩戴了防暴闪头套 不过 面对海警水炮毫无作用 中方则十分淡定 没有任何紧张之形象 沉着应对 在面对飞3001船的撞击挑衅之际 中国海警3305舰还是保持了克制 否则 3305舰只要稍稍用力 就能让飞船翻覆 可见 我方在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的同时 也充分保障了飞方的生命权益 而根据飞海警队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为防止飞海警船进入黄岩岛内部 中国海警再次安装了一道380米长的浮动屏障 覆盖了黄岩岛整个入口 在中国海警船强大的水炮打击之下 目前飞海警船4410号已经回撤离开该海域 这是过去一年多以来 中国海警船首次使用水炮直接打击菲律宾海警船 而在此前多次类似行动中 中国海警船一般只打击菲律宾补给船 而不打击海警船 但随着菲律宾挑衅行为一步步升级 中国海警也就毫不客气了 菲律宾照旧邀请了20多家外国媒体记者上传拍摄 面对中方水炮为了保命 他们不得不丢掉手中的摄像机 拼命寻找避难之所 天空新闻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菲律宾船只被破坏的顶棚 鉴于中非海上力量的巨大差距 菲律宾在南海挑事的形势极为有限 大都市派几艘小船对我国南海岛礁进行骚扰 在国际上塑造菲律宾被欺压的形象 此次菲律宾之所以赶派两艘小船强闯人爱交 主要是跟美飞之间正在进行的 肩并肩二次军演有关 目前多艘美国军舰正在南海活动 菲律宾觉得自己背后有大批美军坐镇 如果中方实施强力措施 附近的美军不会坐视不管 一想到美军会直接下场 菲律宾方面有恃无恐 直接强行冲入黄岩岛海域 然而中国维护南海岛礁主权的决心始终不会改变 即便菲律宾背后有美国撑腰 中国也不会惧怕 菲律宾军方今晚最新公告 中国海军今天出动三艘战舰靠近美飞联合军演海域 分别是167号深圳舰 570号黄山舰 793号天王星电子侦察船 而在28号菲律宾军方报告称 只有570号黄山舰和793号天王星电子侦察船 在美飞联合军演附近海域活动 而167号深圳舰是在今天最新赶到 并加入这一演习围观队伍的 而随着这次在菲律宾南部巴拉旺岛近海举行的 美飞联合军演逐渐进入高潮部分 中国海军前来围观的军舰数量 似乎也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 有网友调侃称 这哪里是美飞联合军演 这明明是中美飞三国联合军演吗 如果参加美飞演习的美舰 赶向黄岩岛附近机动 那一直监视演习的黄山舰会第一时间发出信号 届时在后面待命的大批军舰将赶来围堵 而且射程高达2000多公里的东风26和东风21D导弹 也会以实际行动让美舰有来无回 五角大楼应该心里很清楚 美舰是在撑场子的不是来送命的 这是一道选择题 答案在美军手里 不在菲律宾手里 菲律宾的计划自以为很精妙 实则大错特错 别说飞方人员在南海丧生 就算美军士兵丧命 美军都不太可能军事介入 现在美军头上是无真期 附近有黄山号和天王星号 他们很清楚中方已经完全掌控南海 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菲律宾拼命 罗斯福号连夜撤离南海 已经给了马克思一个明确答案 美国人绝不会下场 菲律宾若继续挑衅中国 对自己没有一丁点好处 奉劝马克思及时收手 中国的克制也是有底线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